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我相信大家手里都会有一台或者有几台 国外的或者国内的Linux服务器搭建了一些种种的应用 其中也包括我们用来科学上网的服务器 一般来讲这些服务器都运行在Linux下面 因为Linux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然后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提供的工具就是可以让我们集中的管理 你手里的服务器 集中的管理 知道它的流量、硬盘使用率、CPU使用率等等一些信息 并且在它当机或者某些罚值超过你的设定值之后 给你发邮件报警 那我们现在就打开这个网站 它的域名是nodequery.com 我们可以点login登录我们的账户 现在我这个账户里呢 已经临时添加了一个Linux的树莓派 用来给大家展示已有数据的一些图形 大家看左边这边eoff10就是我们的账号 最多能添加10台服务器在这个界面上管理 每添加一台它会多这样一个方块 大家看我现在的可用率是97.76% 上一次更新是56秒之前 这是我自己定义的这台机器的名字 然后简单的显示了一下Linux的负载 内存和磁盘的使用率 我们点进去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Oreal Oreal里边呢 我们能看到一些很详细的东西 包括系统启动时间 然后操作系统是什么 我这是树莓派嘛 所以它显示的是树莓派 然后内核是什么版本 然后有多少个handle 然后这边是跑了多少个进程 有多少个session CPU或是树莓派嘛 肯定是ARM的 这边in和out是traffic 截止到现在六个小时 我们走了多少流量 in和out的流量值 然后呢我们往下翻 这边有很大的图表 可以显示我们的CPU现在使用率是百分之多少 内存百分之多少 然后是磁盘使用率 再往下呢是网络使用 有两条曲线 一条是in一条是out 我们可以看每个时间点 它的发送和接收都是多少 然后呢我们往下翻这边呢 这个网站还提供三个测试点 一个是欧洲测试点 一个是美国测试点 然后一个是亚洲测试点 分别从你的服务器去测试这三个点 然后汇出三个图形来让大家看 再往下 那就是负载 那大家看我的负载还算可以 这个树莓派因为没有跑什么东西 所以它的负载还算可以 内存嘛 和虚拟内存就不用说了 磁盘使用率也很重要 如果你的日质暴增的话 有一天把机器顶死了 你不知道 你就可以上这个网站上看 当然它超过罚值会给你发送报警邮件 再往下是所有的进程 在我的书名派上一共跑了多少进程 它都会给你列出来 每一个进程吃了多少CPU 吃了多少内存 都在这里边会很明显的显示出来 上面这些标签呢 其实就是快速切换到刚才那些界面 就不一一再介绍了 因为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添加一台新的服务器 我们点manage server 然后写new server 我们给这个new server 起一个名字 我们比如说renew 大家看这边有个勾 这个勾代表什么呢 就是如果这台机器失联 会通知我用邮件的形式 然后下面这个子分类呢 就是子设置选项呢 就是 但是如果 如果失联一次通知我 默认是一次 我们可以改成三次 比如说失联三次才通知我 然后每一次失联是多久呢 因为这个 这个网站呢 它提供的工具是主动推送形式去 推送你的状态到这个网站 并不是这个网站去你的服务器抓取数据 所以推送的频率是你的服务器每三分钟 给这个网站推送一次你的所有信息 如果它在三分钟之内收不到你的服务器推送给这个网站的信息 它就会给你发一个邮件 说你的机器可能当掉 所以呢 这边呢 如果你要是重启服务器 时间需要很长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值改一改 否则的话 它重启服务器就会给你发当掉的邮件 也很烦人 再往下 这个是资源使用的通知 主要就是三点 系统的 load 如果超过80% 或者更高 发通知 内存 disk 都是默认都是80% 或者更高 我们就选拨认好了 然后新建一个服务器 这个时候 它让你install agent 会给你出来一个install的一个脚本 我们只需要copy这个脚本 其实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因为什么呢 大家注意看 这边有github 它的代码 都是在github上的 如果大家担心安全问题的话 完全可以去github上面 上它的项目里面去看 它的agent的代码是怎样写的 有没有安全运换 所以这一点 大家安全性不用操心 然后我们回到服务器 把刚才那句话贴上 贴进来 然后回车 好 很快就会安装完毕 这个时候 会有一条通知 sus agent has been installed 我们看到这条通知 你的agent就安装成功了 回到我们的网站 还是点选manage service 这个时候大家看多了一个大方块 而且显示 awaiting data 57秒之前添加的 我们稍等一会儿 利用等待的时间 我推荐一下我的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订阅就是我 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会给大家提供一些 更有用更好的东西 好了 大家看 服务器的数据 已经由agent推送到这个网站了 11秒之前推送成功的 然后IP地址也出来了 然后我们的负载 内存等等信息全出来了 我们回到这个概述里面看一下 系统时间 我的机器已经开了4天 然后deband操作系统 一个visual cpu 因为虚拟机肯定是visual cpu 有几盒 然后速度是多少 内盒是4.9 然后我们往下看 跟刚才那台机器一样 但是唯一的区别就是 我们还没有历史数据 因为我们这台机器是刚加进去 好了 我最后再讲一点 如果大家 有收到邮件通知的话 会在我们的机器这个地方 看到一个activity 这个时候 就是这上面会显示 你的一些activity 包括系统的通知 这个刚才是6个小时之前 这个树莓派离线过 所以它会发一个警报过来 并且会收到了邮件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